你原本应该就有 420bit FHD 60p 哎呀 人肉对焦 人冷对焦 不是特征对焦 头壳小对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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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样 它都对得到你的头壳小哟 那么我们有东西在干扰的时候呢 它稳稳的抓住你的脸面 它不会失误的哟 它抓动物更是厉害 抓得更好啊 抓动物 动物抓的形态呢 抓到已经厚 逆天老的嘛 逆天老的嘛 会觉得 硬怎么好 硬板 那要去找个中间 那照片比较无穷的 一定要一定要把事前做好 之后去翻 对对对 有认同 那事前随便拍拍 简简单单 之后不用 管理去调 调到 1080的直对焦呢 这对焦呢 跟4K来比呢 效率 速度 准确度 精准度 都不相左右哦 基本上4K的 FHD的特征 人脸特征 动物特征对焦 精准可靠 厉害 出境入境 快速掌握目标 在我后面有这么多人的复杂环境之下呢 他依然能够针对摄影师的需要呢 准确无误的抓到 你要的目标 那 后头颗小 头颗小 头颗小 头颗小对焦 精准无误 厉害 那么多人在这边 各位看一下 这么多人在这边 依然呢 依照 你所想要的目标 进行 对焦 LUMIX S5 422 10bit 60p AMVLV档案 感谢各位 客人要求要看这个FHD的部分 跟焦呢 是不是猛 我真的可以告诉你 很猛 准备